火箭少女101这个组合从出道到现在也是坎坷不断了 先是出道发布会取消 暂时退团事件虽然少了人 暂时还是开了八个人的出道发布会 现在退团的三个人也回到了组合 比赛时期 11个女孩子都是吸粉无数 粉丝都是真金石银打头妹妹出道的 而出道后11个人也开始了新的旅程 这两天有人在网络上曝光了组合李十一个成员接下来的后续资源 各家粉丝也都有不同的心思 从曝光的这张资源表上来看 杨超越和段奥娟的个人资源是最多的 杨超越从比赛开始流量就非常高 无论唱歌跳舞实力确实热度够 拿到这么多的资源也比较可以理解 而段奥娟也是第四名出道的 紧跟杨超越 人气也很不错 段奥娟唱歌也是非常好听的 杨超越和段奥娟分别都有十个个人行程 这些个人行程比较多的 粉丝可能都比较希望 看到小姐姐更上一层楼 但是也有几个成员 曝光的后续资源比较少 其中最少的是子宁的 只有两个个人资源 有网友怀疑是受到了退团事件的影响 而另外两名受到退团事件影响 那就是美宣二人 孟美琪作为投票第一名 有七个个人资源 要比第三名羊超越和第四名段奥娟都要上 而吴萱娟的个人资源只有四个 单看数量来说 美宣二人和子宁受退团风波的影响真的比较大了 其他队员的米荷莱美云和虚孟杰 都是六个个人资源 仔细看一下 会发现有一些相同 或者类似的形成 萨尼的也比较少了 只有三个 而萨尼是第八名出道的 个人资源的数量上来看确实不太多 同样的 父亲也是有五个个人资源 有些粉丝还是不太满意的 不过这些都是网友曝光 萨尼是第八名出道的